現在要介紹一個功能叫做 Audio2Midi這個功能 就是之前我記得在之前的影片當中 有時候我記得有一段影片就是示範到 就是不小心把Audio的Clip拉到了Midi的Clip的時候 Live會突然跳出來問你說 你是不是要把這鬼Audio變成Midi Check Midi的Clip 那我們在這邊說一下示範 譬如說我在我先開一鬼Midi Check的下面 然後我隨便拉一個聲音進來 好,所以我第四鬼是一個鋼琴的聲音 好,那這個時候如果我把這個Clip拉到這邊來的時候 有沒有 他會問你說你是不是要把Audio變成Midi 然後有三...目前有看到有三個狀態 一個合聲的一個單音的一個Drum 那我們先Cancel掉 我們先聽一下這個地方 這是剛剛回錄的音 好,它是一個單音的狀態 那我們就拉下來的時候 單音 Melody,旋律嘛 好,我們聽聽看喔 Solo 好,是不是就順利的把Audio變成Midi 可是這個東西 有大部分的時間就只能參考用 因為我們的Audio 可能裡面包含的聲音 並不會這麼的乾淨 所以你可以變成Midi後再去做一些修改 那基本上是一個很方便的狀態 好,那我們先把這個殺掉 好,那我們繼續介紹下去喔 呃...你... 其實有...你...其實不一定需要說 要開一軌Midi Check就可以做這件事情 你可以這樣子 就是當我在這一軌 這個Clip按右鍵 你就會發現我可以去做的是有... 其實有四種 一種是Slice 這個我們等一下會介紹到 我們先介紹這邊Convert 因為我們這個素材是... 呃...就是... 基本上是一個... 怎麼講 旋律的線條 所以我們當然是Convert Melody to... New MIDI Check 它就會在下面自動新建一個軌道 然後是合起來 打開 Solo 大概80%的準確度啦 所以你可以再做修改 只要你的Audio的軌道夠清楚的話 那譬如說我們看這個區塊 呃...等一下喔 好,這是一個吉他的節奏對不對 那它一定包含的和聲嘛 那我們可以試試看 Harmony Convert to harmony 好,我們聽聽看Solo 看看會變什麼樣子 有沒有 其實準確度就更低了對不對 所以不一定每次都會精準 所以有時候可以試試看 搞不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好,那我們殺掉 我們利用這一軌也先殺掉 好,我們利用這一軌 我們來介紹所謂的 Slice to New MIDI Check 它會把 這個Clip 依照Transiate Mark 的方式去切成 把它切開 然後變成一個MIDI Check 我們試一下喔 有沒有 Per 它會自動幫你分析 或者是你要照拍 就是拍子 譬如說我們先聽一下這個節奏 大部分的狀態是 就是有切分音嘛 所以我們還是先以 Transiate Mark 去做 好 Slice Preset Build In 我們就先這樣就好了 然後OK 這個時候我們看一下這一軌 你看一下 這軌的狀態就會變成 一個 類似Drum Rack的東西 在這邊 你就可以彈去彈演奏 它可以變成一個 Sample的素材 讓你可以馬上的應用 這個功能就是 Slice To New MIDI Check 這個其實有時候真的會很好用 譬如說如果是鼓組的話就會很好用 但是Live裡面它已經提供了 Convert Drums To New MIDI Check 所以我們繼續往這邊看 就是這一軌 我們這個鼓 它是一個鼓組 那我們也可以先做一下 剛剛那個動作 一樣 全式彈筒不變 好 我們看一下喔 然後你就有 有沒有 其實也是一個很方便的狀態 然後它就把整個切開成變成Sample 讓你做 讓你去繼續工作 可以 等於說你的Loop就可以去活化 把你的Loop變成一個MIDI的Note 然後去做更多的變化 好 那一樣把這個先殺掉 好 那我們再看 所謂的Convert Drums To New MIDI Check 所謂的Convert Drums To New MIDI Check 好 它就會直接把你這個Loop變成 Drum Rack 甚至於這個上面的節奏都出現了 好 我們聽聽看 先聽原本的 好 我們再聽轉換好的 有沒有 有沒有 這個時候就變成是另外一個Sample 你的Note 是MIDI Note 但是你可以去隨意的調整你需要的音色 大鼓可以音色也可以換掉 因為它會把整個節奏都變成MIDI的訊號 好 那跟剛剛的Convert To New MIDI Check 它是把切開後變成Sample 所以基本上 用途會不太一樣 因為你Convert To Drums的時候 它會變成你可以任意去 去調換 重新換你的音色沒有錯 那剛剛那個我們來比較一下 這個是直接現成變成一個 新的音色在這邊 然後節奏是不變的 那如果我們是 Convert To New MIDI Check 好 你看到這邊 雖然我也可以換 換音色 但是 這樣的狀態是不對 因為MIDI的狀態是直接切開 依序往上爬的 所以它並沒有節奏感 它是以你的Sample出現的時間點 變成MIDI訊號 所以這兩個的目的是不一樣的 這樣各位應該會有個概念 好 這就是在Live裡面 我們如何把我們的Audio的Clip 變成MIDI Check 或是MIDI訊號 然後讓我們可以自由的發揮使用 這樣子 OK 好嗎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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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